我们来看一下4.3的练习题 那2加根号28除以这个根号7 首先28是4乘7 7是28 所以它的4可以开出来变2根号7 然后呢有理化分母啊 我们就乘以一个根号7 那在这边我我觉得应该要再纠正一下那个正确的写法 因为如果你写乘以根号7 这样子写的话 会被认为只是后面这个要乘以根号7 前面不需要 所以这边记得要挂虎起来 OK那分母的话呢 根号7乘根号7就会得到7没有问题 这个根号7如果你乘前去就会是2根号7 乘去后面的话呢就会得到 开出来是7 724 14嗯2跟号7加14除以10除以7啊 这个是正确的给啊 不错了啊 这算是啊 可以至少你可以做到答案 只是说那个步骤啊 哎我我虽然你是新同学 但是我我必须要告诉你说有高中的话呢 你如果你步骤写到太多的话呢 你会不够时间做 OK所以你刚当然现在你可能刚刚开始啊 还不是很习惯那个步骤 像这一个情形啊 我个人是觉得你的这个根号 如果是我做了根号7乘过来 再根号7乘进去呢 得到7724 然后呢根号7乘根号7 得到7 我本身啊 会直接从这个步骤 直接跳去最后 OK 所以你123啊 就是多了三个步骤呢 其实是有 而且你可以看到呢 分子跟分母可以同时的处理的 分子跟分母 你要习惯说他们不影响对方的时候呢 你要一起处理 啊 你不要说我第一步 这一步先处理分子 下一步再处理分母 你会太慢 啊 我我不是怕什么 你当然有些学生讲老师 我做慢点 我比较不会做错 当然可以啦 不过呢 最终你的目标啊 考高三的同考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做这样慢了 因为时间啊 非常刺警啊 就是说你可能考考试做不完 所以呢 在这个学习的阶段 希望你可以尽可能说 再再improve一下了 有待加强 不过呢 至少你可以达到答案了 已经是很不错了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三根号十二 首先十二呢 是四乘三 四可以开出来变二 所以是二根号三 alright 然后呢 分母是根号三减根号二 所以我们有理化的话呢 就要乘根号三加根号二 分子跟分母都同时乘 那分母的话呢 我们就有前减后乘前加后 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根号三的平方得到三 根号二的平方得到二 所以是三减二 再来呢 上分子的话呢 就展开了 对不对 根号三乘过来 三根号三 根号四 不是 它是三乘根号三 三乘根号二 所以是三 三根号二 负二乘 这个负二根号三 乘根号三 根号三 根号三得到三 三乘二得到六 看到吗 然后呢 在这两个乘 根号三乘根号二 得到根号六 过后呢 再来 好像没有办法 好像没有办法再整理了 所以呢 但是分母 没有啊 三减二得到一 然后呢 分子再超一遍 这个答案呢 是正确的 后面提供的是 可能有 次序上有对调一下了 它的根号六 它的减六写在后面 不过没有规定说 谁要先写 谁要 后写吗 所以这个加法 减法来讲 谁的持续在前 都无所谓 我个人是觉得是对了 应该是 应该是 这个是算是对的了 不用担心太多 而且啊 你看啊 这个是我的学生 所以 你比较一下 这个 背欠 你可以看到 他 加敏这一题 做的那个步骤啊 就是最精简的了 我也不会再再去跳什么步骤啊 这个这样子做呢 就很好了 OK 1233步啊 就做到了 OK 非常好 Isaac呢 根号 根号 根号三加 根号Y 然后分 分子是X- 根号Y 那有理化分母呢 我们就成以根号X- 根号Y 分子跟分母 同时乘 那分母的话呢 我就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X-Y了 分子的话呢 他就展开得到X乘 根号X 呃 减去X乘 根号Y 这两个层就得到减去根号XY 这两个层呢 得到加Y 啊 呃 好像没办法 越减什么东西了 那这个就 嗯 这个就这样子了 啊 两步得出来 OK 很好 OK 再来这一题 啊 要辨认的是哈 很多学生会看不出来 这样子的整个根号的话呢 我们就要成整个东西 啊 要成整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是 乘以根号A加B 啊 呃 分子也是乘以根号A加B 那根号A加B 乘根号A加B得到A加B了 然后这个呢 没有呃 我们不沉进去了 因为我们看到A A平方减B平方是什么 这个是前平方减后平方啊 我们可以因此分解成前加后成前减后 那他的A加B就可以越掉啊 最后呢 得到A-B乘上根号A加B very good 可以很好 可以正确 再看这一期 嗯 这一期 哲龙呢 他做这个有理化的时候呢 他就跳掉了后面成什么东西的部分 那他就直接把呃分母分母 你可以看到他直接把前面取平方后面取平方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 他其实就是说他乘以这个2跟号3加3跟号2 再分子成了 在分母成的时候他就得到前加后成减减后 他就直接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所以为什么他做这样子一个动作 只要你没有弄乱我是觉得OK的了 那再来这一边呢是根号3成根号3得到3 326 OK得到6 这两个层得到3跟号6 这两个层得到2跟号6 因为3成2得到6 然后呢 这两个层呢 根号2成根号2得到2 2乘3得到6 OK 然后呢 这个前平方怎样乘呢 这样子的平方啊 要注意啊 根号3的平方得到3 2的平方 224 4312啊 我们前面得到12 后面的话呢 3取平方 根号2取平方 339 乘2 928 OK 前面是什么了 前面是12 12减18 没12减18得到负6 所以他跳掉这个步骤了 然后变成负6 6加6等于12 OK 然后呢 3加2得到5 过后呢 就这里没有办法 12可以约6 但是5没有办法约6 当他后面没有6的因素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约了 要注意很多学生是12跟6约 然后就很开心 没有啊 不行啊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得到 12加个5跟号6 除以6 前面 有负 他把这个分母的负 拉提前来 OK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very good OK 第六题 有理化分母 5跟号2加2跟号7 这个是分母 我们就要乘5跟号2 减2跟号7 分子跟分母都同时乘 那分母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前平方减后平方 5 525 25乘2得到50 这两个是约掉的 所以他 我相信尹轩是怎样做呢 这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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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是约掉的 如果你直接观察到前 加后乘前减后 你就直接前面取平方 等于50 后面取平方得到 负25 负28 而24 7是28 OK 所以分母呢是50减28得到22 OK 分子的话呢是这两个层 5 4 20 7 24 20 跟号14 再来4 28 7 1 7 呃 3 3 2 得6 7 24 所以6 跟号14 跟号14 跟跟号14 可以加在一起 我们得到26 喂 你跑去减啦 你跑去减啦 26 20加6才对 负56 减30 得到负26 负86 没错 可以越减吗 我个人是觉得可以越减2 这个月 10 26 月减2 是等于13 这个月减2 是等于43 月减2 月减2 所以就得到13 跟号14 减去43 再除以11 这个是正确的 改掉了 这个气 这14跟这个气 换掉 就对了 就差在这个位置 alright OK 这一题 有理化分模 我们得到 你把这个整个 根号 x 减 y 当做是前 这个5 当做是后 前加后 我们就成前减后 前减后 分子的话 其实是得到完全平方 看到吗 这个两个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得到前平方 减两个前程后 2乘5等于10 减10 跟号x减y 再加上后平方 等于25 前平方减后平方 所以是x减y 再减25 过后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好整理了 卡着了 因为这个就是答案 卡着了 因为 你的答案很丑 不过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功夫 你必须要懂得 辨认说 我没有办法再整理了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是没有办法整理 这个就是答案 你不要看到他很丑 哎哟 我卡着了 老师不是 ok 你的标准是怎样呢 你的分母没有根号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只有一个 你整个来讲 只有这个是根号吗 所以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可以 算是整理好了了 啊 这只是说你的 啊 你目前 你们 所以为什么要讲 要做多做 多做练习 你多做练习 你就知道说 嗯 在这个位置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整理了 这个就是答案了 啊 你就要很有信心 嗯 我不用再做了 啊 像第三题 其实也是啊 我看一下 刚才的第三题 也是很丑啊 对不对 啊 没有想到 哎 两步 两步了之后 看了很久 可以在意 可以在整理吗 不行了 真的 啊 这个其实也是很丑啊 啊 两个也是啊 这两个答案的都是很丑 啊 再来看 那第八题 啊 啊 我们有根号 X加Y 为前 根号 X-Y 为后 那我们有前加后 呃 除以前减后 这个不是很对啊 如果我要因式分解啊 我不好意思啊 这个因式分解 我必须要乘以 前减后 我就要乘前加后 啊 前加后 那这个 再乘以前加后呢 基本上呢 是整个的平方 换句话呢 他你可以这样子来写啊 啊 因为乘以这个啊 像如果我是以这个 Jerome的写法的话 整个取平方 这个前面取平方 这个后面取平方 OK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有完全平方啦 对不对 完全平方的话呢 就是前 前平方就是X-Y啦 加上两个前程后 为这两个相程的话啊 就会得到前加后 成前减后 得到前平方 减后平方 OK 再加上后平方 就会得到X-Y了 OK 这个取平方得到X-Y 这个取平方 那个根号去掉 这个减在沉进去 就会得到减X 加Y 然后减减变加 要注意了 所以这个X 加X-X去掉 加Y-Y去掉 那我们就会有两个X 加上两个根号 X平方减Y平方 再除以两个Y再分母 222看到吗 这个是加法 这里有2 这里有2 所以我们可以越 这个越减 你们要注意 其实真正来讲 它是上面 把两个2 给抽出来了之后 才可以跟分母月 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做了 又又多一个步骤抽出来 又要才越太慢了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出来 我直接越掉这三个2 OK 就会得到这个答案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所以这题没有这么简单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样做了 这个是不是很正确 OK 新同学要再加油了 OK 可以明白 可以明白 All right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九题 第九题 这里有减法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 如果我进行同分的话呢 它们互相呢 其实就算是已经进行了有理化了 所以在这边我只需要做什么呢 我只需要做同分的动作 这一个右边的乘过去对面 左边 这个左边的乘过去右边对面 然后分母是什么 分母是前平方减后平方 三的平方得到九 后面的平方呢 二二四 四乘三等于十二 九减十二等于负三 跳了很多 它步骤跳了很多 然后呢 三乘进去 三三九 三二六 对呀 然后呢 负三也乘进去 负九 减减变加 加六 加九减九去掉 六加六等于十二 二根号三再处以负三越减得到负四根号三正这个正确 very good 不错哦 哎 看起来你们的底还蛮还蛮可以哈 OK 这一题 OK好 我看一下这个 哇 哇 这个人很厉害耶 他其实这一题来讲呢 他进行有理化分母的时候呢 他要成根号二加一 哎 根号二加一再分子 那分母会得到什么 前平方减后平方呢 就会得到二减一 二减一因为得到一的关系 直接他不写了 所以他就会得到根号二加一 OK 分这一个呢 也是一样的 进行有理化分母的时候呢 他就要乘以根号三加根号二 然后分子呢 因为这个一的关系 乘以这个根号三加根号二 他就会得到根号三加根号二 分母会得到什么呢 前平方得到三 后平方得到二 三千二又是一 他又不写了 所以 哇 这个他有理化分母的这个步骤呢 跳了很多步 有没有 过后呢 根号二跟根号二可以加起来 所以就得到二根号二 再加一 再加一 再加根号三 very good OK very good 没有问题 很好啊 呃 这题有点 嗯 嗯 为什么会得到一 啊 这题不是很对 哈 正确答案是98 哎 所以这个应该是做错了啦 没有这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OK 那这题怎样做呢 前平方加后平方 然后呢 就整个取平方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整个先取平方呢 呃 还是先进行有理化分母啊 啊 我个人是觉得先进行有理化分母再进 再做 是吗 如果先进行有理化分母的话 OK 我们来尝试一下哈 啊 我进行有理化分母 我是不是得到 呃 要乘以根号三减 根号二 那 如果我乘根号三减 根号二呢 我的分母就会得到三减二了 那分子 因为我乘根号三减 根号二的话 那我的分子呢 就会得到根号二 而根号三减 根号二的完全平方 过后这个平方 我还没有做哈 我是先做里面的一个有理 呃 有理化分母啊 啊 我先做里面的有理化分母 所以就会得到这个情况 OK 过后呢 后面呢 也是一样的进行这个有理化分母 我也会得到三减二 啊 只是说后面的话呢 我会得到根号三加根号二 的平方 再平方 那我就会三减二 我就得到一啦 哈 这这边就没有什么关系啦 那再来的就是根号三减 根号二 的四十方 因为平方再平方 因为平方再平方的关系 所以得到四十方 再加上根号三加根号二 啊 又取四十方 那四十方有 好像不太会做法是吧 你们如果没有那个 呃 没有那个展开的公式的话呢 有点难 那 你可能要平方再平方好就这一期这样子的情形 好像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了 ok 那我我我教你这个我先教这个 嗯 展开我们学过平方我们学过三次方 对吧 一三三一 那这个四次方的话哦 他会呃 他会变成A的四次方 加上 一四六四一 一四六 四 一 OK B的四次方 那你就 哎 老师 一四六四 一四三的那个系数 呃 然后 A的话呢 你会看到从四次方 三次方 二次方 一次方 零次方 B的话呢 从零次方 一次方 二次方 三次方 四次方 啊 so 以此类推 那如果我呃 减法的话呢 就会在这个位置是减的 这个位置是减的 也就是说 我会得到 根号三的四次方 减去 四 根号三的三次方 然后根号二 OK 再加上六 根号三的平方 根号二的平方 再减去 四根号三 乘根号二 的三次方 再加上 根号二的四次方 那这一个的话呢 也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吧 只是说 他这个是减 这里是加 OK 我就不重写了 我不重写了 我就是跟你讲说 这样子加加加加 所以这两个会约掉 这两个会约掉 所以整个 这个会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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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这样看 这个根号三 平方是得到三 再平方得到九 九二 就会得到十八 OK 这个的话 三 根号三 九平方得到三 根号二 九平方得到二 三 二 六 六 三十六 三十六 再乘以二 得到七十二 OK 这个二 根号二 成根号二 得到二 二大 九平方得到四 然后再乘以二 所以再乘以二 得到八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你八十 再加十八 等于九十八 OK 就用四次方的 如果你没有四次方 当然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公司 你其实可以用平方 再平方的展开 那就会比较 长一些 所以我这边 就提供了 这个公司给你了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两项 会跃掉 这 这两项会跃掉 然后呢 这个会有两个 两个两个 这样子了 All right 总之 得到答案九十八 就对 OK 我觉得很奇怪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 如果我要有理化分母的话 我是 是成对方 对吧 是成对方 所以这里我们要进行 我们直接进行通分 其实就可以有理化了 也就是说 每次 我改这个影轩 都会 问我为什么 就会这样 你的好像每一次都是 其他人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没有 你的 你的 你的长出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你的系统 好像有点打架 OK Anyway 在这里我们 进行通分的话 这个要乘过去对面 就会得到 a加 根号 a平方 减 x平方 这个乘过去 对面 就会得到 减 a 减 a 减 减 又会变 加 加 根号 a平方 减 x平方 这个就会是分子了 分母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前平方 减去后平方 根号去掉 我就会得到a平方 减要沉进去就变成加x平方 OK 所以这里可以约 这里也可以约 那我们就会得到 两个根号a平方减x平方 除以x平方 嗯 好像没有办法再整理了 对 后面答案就是这个 你这边错在哪里呢 你为什么会前面跟后面不一样的分母呢 我不知道你怎样猜 OK 尹萱你的这个有理化分母啊 要再加强啊 我不会打人的啦 我很好人的 不过呢 呃 呃 你们自己要加油了 哦 然后 这一题 这一题 如果要进行有理化 记得我分母是根号3加1的话 我分子 我就要乘根号3减1 哦 所以这边啊 你应该要这样子挂虎起来 你要乘根号3减1 好吗 那这个分母啊 如果你在乘根号3减1 你就会得到前平方 减去后平方 那1的平方你可以不用去理他 那后面也是一样 然后你看啊 你在这边啊 你做第一项 你第二项没有去处理的话 哇 你一项一项解啊 你会写很多个步骤你知道吗 啊 你你会写太多步骤你 这个板会不够你用啊 哦 所以我你可以看到我一题 我只是准备一页给你们做 好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省着来用 所以这个步骤 要一起做 一起做 OK 所以如果我乘的话 这个就会应该是要乘 根号5减 呃 根号5加 根号3 那这个就会得到前平方减后 呃 前平方减后平方 这里一样前平方减后平方 OK 乘上2加根号3 OK 所以我们再 呃 进行 进行整理 好吧 那2我乘进去的话呢 是2根号3 减去2 这个前平方得到3 3减1 3减1 3减1会得到2 啊 此些我就可以越减了 再来这里 我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不要沉进去好了 哦 那我直接越就好了 那我直接越啊 OK 如果是这个的话 是5减3得到2 也是得到2 那这个2又是可以越的 因为又是可以越 2就可以越 再来这里是224 4减3 4减3 就是等于1 那我这个2呢 就可以沉进去 负4减2 根号3 OK 然后呢 我们再展开 这个是根号3 减1 加根号5 加根号3 啊 减4 减2 根号3 这里有一个根号3 两个根号3 再减一个两个 122减2得到0 啊 对啊 然后呢 那负1减4得到负5 所以是等的等于根号5减5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给啊 被欠要再加油啊 再加油 再来最后一题了 我们的X 是这坨东西 然后Y 是这坨东西 还要你算X平方加Y平方 首先加名的做法呢 就是先找 先有理化他 那先有理化 呃 根号5减根号3的话 我就成根号5加根号3 分子跟分母都要同样成 那分子的话呢 就会得到根号5加根号3的完全平方 得到前平方 加两个前真后加后平方 给根号5 前平方减后平方得到5减3 得到2 然后5加3得到8 就可以约2了 对不对 所以是4加根号15 OK 这个的话呢 有理化也是呃 就会成根号5减根号3 根号5减根号3 前平方减两个前真后加后平方 这个是前减后 啊 那月减得到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加这个减 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 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展开了 这个得到前平方 446 加两个前程后得到8跟号15 再加后平方得到15 这个展开得到16减一模一样 只是这个会是减 这两项我们约调15加16 其实是等于31 31乘2等于62 所以最后的答案62 很好很好 这整个步骤非常精简 只是这里漏掉了一个额 小事 小事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